法案认为在海力市火灾效应的带动之下 预估华邦店9月份的合并营收 渴望优于8月份 整体第三季营收上看85亿元 另外法案认为华邦店受惠于报价跟长 还有制程转换跟折旧调整 预估全年获利上看5到6亿元 EPS大概落在一毛五到两毛钱之间